请问各位有看到我的画面了吗 有 那我们这堂教育训练要介绍的是 Turling论文原创性比对系统 那Turling的话 它是目前全球使用率最高的一个 论文比对系统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系统 当然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自我检查 因为我们在写论文的过程中 很容易会因为阅读了大量的参考资料 然后你会不知不觉 去模仿到原作者的写法或内容 那也会因为有时候看了太多 paper 你会忘记引用哪里就pass过去了 引用来源注记没有写清楚 那利用这个工具帮我们检查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边写边修正 免得有一天我们文章发表 或者是你去投稿 然后结果不小心是被别人比对出来的 即使你说你是无心的 也难免会被关上抄袭之名 这样就很冤枉了 那这个比对的概念在国外很早以前就有了 所以许多顶尖的国际学术期刊 他们也会用这个系统来做他们的审稿工具 那画面上看到这是我们的比对来源 也就是说各位上传去比对的文章内容 我们会比对什么东西 我们比对来源我们主要会分成这三个区块 那第一个我们会去比对网路上的资料 那当然它会每天大量的从网路上去收入资料 存在自己的比对的database里 那因为网路的资源真的是太庞杂了 所以我们主要的收入范围会是以非盈利性的机构为主 像是网址.gov.edu google.scala等等 毕竟我们是学术比对 那我们会以这个区块为最主要的部分 那其他的资料就是尽量收 能收多少就收多少 然后再来可能有时候同学会看到一些 曾经看过但是已经被下架的那种历史网页 那只要内容 我们有收入进来我们的资料库 我们还是可以比对得到 即使现在你可能已经找到那个网站 然后再来Terny他是有做减繁体的转换比对 也就是说因为现在网路资源发达 我们很多的机会会去看到对岸 或新加坡地区的一些华文论文 简体论文 那Terny他做减繁体转换比对 只要这篇文章 即使是简体的文章 我们有收入到资料库里 我们可以比对得出来 这就是第一个网页的部分 那再来第二个区块 我们会去比的是学生论文 那这里的学生论文很单纯 就是指各位上传去比对文章 然后你选择愿意储存在他的资料库里 好这些学生的作业跟论文 那可能各位比较好奇的是 那国图的博硕士论文 因为学生论文有时候会被误解回是那个意思 那国图的博硕士论文 如果是公开授权的部分 我们是会把它当作是网页上的资料 我们是放在网页这一边 那学生论文单纯指的就是 上传去比对的一般学生的作业跟文章 那再来第三个区块 我们会去比出版品 那Turing他有跟CrossRef合作 有出版社会定期提供一些出版资源 给Turing来做比对 那这些出版资源就包括像电子期刊 电子书 资料库 会议记录等等 那因为出版社他是定期提供 所以要看他提供时间 他们彼此的合约怎么写 有些出版社可能一个礼拜一个月 一记一年提供一次不一定 所以像有同学就有提出说 我在检索资料库的时候 我有找到这篇文章 可是为什么我比对的时候 没有比对到他 那就是要看出版社提供时间 所以会有一点点时间差 那这个也是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画面上看到的是 我们合作的出版社伙伴 应该有些出版社大家也都还蛮熟的 都是在专业领域里面非常有名的 那同时这些出版社 他们也都会利用这个工具 来做他们的审稿工具 那Kurine他是支援多国语言 我们上传去比对的文章内容 可以支援30种语言这么多 那操作的平台介面 也可以切换成20种语系这么多 都包括我们的简繁体中文 所以像现在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外籍声或交换声 那其实同学都可以鼓励他们来用这个系统 就是把它转换成他们习惯用的语言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上传档案的时候有几个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是比对文字 不比对图档照片方程式 但是你上传的文章的内容 可以有图表照片方程式 你可以上传成功可以比对 但是我们比对的是文字叙述的部分 图的本身没有比 还有那个照片本身没有比 然后你的答案格是 像一般常用的Word Excel PowerPoint PDF档 HTML 全文字档 这些都可以上传成功 那不过如果你上传的是PDF档 请特别留意 这个PDF要是可以辨识的PDF 扫描过的那一种 文字无法判读的 那个不能比对 因为它读不到文字 然后我们档案的大小商先生20MAY 页数是400页 那其实你如果真的超过400页 原则上还是可以比对 只是说它的那个 产生报告的速度会很久 会比较慢 它可能你早上上传 它到下午或晚上才会出来 那所以我们会建议 尽量还是把页数 控制在400页以内 那假设你今天真的 论文写的非常多 已经超过400页 我们也会建议说 你可以先把你的目次 或者是你的论文的 最后面的参考数目拿掉 因为毕竟我们是 主要还是我们的内文比对 或者是你的图表照片很多 你也可以先把它拿掉 会这样子大约会控制在 400页以内 然后我们上传的答案保存方式 因为Turing它有得到 Trusted的隐私权标障的保护 各位上传去比对的文章 都是老师跟同学的心血结晶 当然不会希望说 我上去做个比对 然后就被公开或被骇客截取 那这个部分它是有做一个保护的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上传去比对的文章 然后你有同意 愿意放在它的比对的资料库里 那就是代表说你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全球的比对来源 就是全球的使用者都会比对到你这篇文章 但是如果要看到全文的话 还是必须要由原作者有授权同意 他才会公开你的全文 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是请老师跟同学放心 因为也有些老师可能未来要申请专利 他就会担心说 那我上去比对是不是就会被公开出来了 其实是不会的 他有做一个保护 我先请问一下 如果上传学生的作业比对 他们有没有抄袭 那我要不要同意他们要传到存在设定 目前学校的设定我们都没有把大家的文章 存在它的伺服里 也就是说我们上传去比对完就结束了 并没有把它存在它的Data Base 因为这个还是必须要每个人同意啦 目前学校的设定是没有帮大家存在那边 所以老师如果要帮同学做比对的话 就是比对完就结束 但是如果老师想要同学之间 彼此之间要互相比对 因为你可能怕说A同学超B同学嘛 同一班十个同学里面 A超BB超C 你想知道这十个学生 他们有没有互相抄袭 那这个时候你就 势必要把文章存在Data Base 因为你要存在那个云端 我上去比才比得到它嘛 那我们现在选择都不储存的话 很单纯我就是上去比是比 在那边的东西比完就结束 所以如果有需要用到同班同学 互相比对 那就要存在Data Base 他才比得出来 那我要先征求解采同学 其实可以告知啦 只是说如果你存上去 因为你们一定都没有授权给Tenry 你说可以公开权文嘛 所以即使你存在云端的Data Base 也就是比对 怎么讲它不会你比对到 你会知道说你跟这篇文章 有百分之多少相似度 但是那篇文章的全文你看不到 它会有个保护 我等一下会有一个案例 可以秀出那个画面 那只是说因为现在中正大学的课程 是由图书馆这边都设定好了 那如果老师有这种额外的需求 要另外再跟图书馆那边结洽 也许图书馆另外开一个课程 给老师来做这方面的服务 因为我们目前还是单纯都以比对 然后看结果报告为主